這我給你了解 這個賭盤 目前全國開的賭盤 一樣 跟我上禮拜講的 在友台講差不多30至40 游離 小英贏 韓國瑜 差不多扭30萬票至40萬票 這麼少喔 對 因為為什麼會這麼少你知道嗎 這樣是很少 因為你看 我們在設民調 有民調的統計方式 左邊大左邊他們做分析 他們如果用一個科學方式下去計算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為什麼是 扭30至40萬 他跟阿威王說的 韓國瑜韓本有兩次 這次是比較基金派 基金派表達出來 這次是比較隱形的隱性的 隱性的那你刷不出來 那你刷不出來 永遠他就是 他就是會等到開票那一天 他才會出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說 要到一家知道 票開出來才會知道 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說 你有沒有這一次有沒有中資 經常說是不是有中資介入 對 但是到到目前我問起來 是沒有聽到有中資介入 但是會有台商介入 因為台灣人獨性堅強 即使我是台商 這個台商大概四年一百年而已 我當然也要刷 你怎麼會知道 那台商不是中資 對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問題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 他這個台商下注就對了 他可能下注一千萬兩千萬 在韓國的 對不對 但是這個後面這個資金是怎麼來的 沒有人知道 他知道而已 你說做一個台商 他有辦法刷一張兩三千萬的賬嗎 不可能 對不對 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個刷下去的時候 我只要電話滑下去 我滑韓國的三千萬 韓國贏 這個大座頭 他就 放風聲給中座頭 中座頭 就放風聲給這個小座頭 小座頭 開始我們這些 交友就對了 要去簽的人就對了 我跟你說 台商 一個台商 創三千萬 對韓國贏 他一直聽到 欸 三千萬這麼大座 這樣一定是我們贏的 憑哥 換給我炒韓國瑜 我本來是要炒太英文 換炒韓國瑜 但是他現在炒了一萬塊 因為我們在說的 一支就是一萬嘛 一支一萬的時候 他為了他的一萬 不要輸去 你現在累得上 他會去撩票嗎 對 他絕對去撩票嘛 他絕對他周邊 那是英台人說 拜託你們這裡都去打韓國瑜一下 嗯嗯嗯嗯嗯 他一個人 去打一萬 他家五個人 對 他家五個人 就五票了 就五票在韓國瑜 所以不是我們說 會影響到台商的原因 是出財這個原因 但是因為這邊 我們平常說 這邊的 台商的資金 那些地下 會對的資金 情資大會抓很多條嘛 之前 跟上星期 我們一個朋友 會對六億力來 也是叫教授局 衝擊 所以這條 這條 他六億力來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簽 就是要簽而已 就是要簽而已嘛 所以用地下會對的錢 教授局是要怎麼操 我啊你就是地下會對啊 為何你地下會對 你地下會對嘛 你地下的嘛 你不是正常的資金 你地下的我當然有反應 透過銀行體系就知道 對 所以說他們現在是怎樣 因為我們地下會對 都是為銀行 投稿嘛 是 政府的方式 你走了而已 所以這邊情資大會說 為什麼這麼嚴格鎖定 台東那邊的資金 所以現在 原來是有這樣在操作 所以你說這邊有影響對不對 我你說 大大 客客減減 你說 我就整個翻盤 我就像高雄 整個翻盤沒有 我看是比較難 什麼意思 我看是 你如果說要像高雄這樣就對了 整個翻盤 本來是陳其邁贏 變成韓國瑜贏 這是地方選舉 對 總統來算是全國性的 全國性的 你有辦法 對方說 你說用堵盤 沒辦法翻盤 沒辦法翻盤